為什麼我要選擇這個主題呢? 因為上次在上社長課時,老師介紹了一些音樂家 貝多芬是我覺得最厲害的音樂家 所以我想要利用這次青山大梅研究這個題目 我的研究歷程與方法總共分為三大步驟 一、研究貝多芬的生平 二、研究貝多芬的曲子 三、整理貝多芬不同時期的作品 並做成表格 我的研究成果是 我發現貝多芬所處的時期是 承接古典樂派、浪漫樂派的時期 早期是因為被莫達克和海鎮人影響 所以作品承接古典樂派 我的研究心得引起是 在這次青山探 我學到貝多芬的生平、曲子和奏品風格 在探究中也學到她有多努力 才成為這麼偉大的音樂家 我覺得這次探究很值得 再來 我有一部要為大家分享的影片 是貝多芬的給艾莉希 因為這首曲只有三分鐘 所以我只能不要去學大家的音樂 因為這首曲只有三分鐘 在一起 由大夢想要讓他去看 你讓我回去看 幾乎 各位 感谢观看